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陆思诚 如果你再不振作起来的话 我会非常自责 非常内疚的 如果老猫因为这个失望了 离开了 我会觉得那都是我的错 我这个人吧 心理承受能力特别差 很容易玻璃心碎一地 如果战队真的因为这个出了什么事的话 我 你会告诉我吗 会 我说不定会原地爆炸 而且我这个人特别小心养 说不定 我会恨你一辈子的 我个人们都能想象出你的表情 以前我总觉得 我以为我能处理好所有的事情 不在乎任何人的眼光 老猫说得对 是我错了 我以为我能处理好所有的事情 是我错了 我并不是无所畏惧 但是 我也会害怕 也会犹豫不决 我才 会有这一天来的 需要你吗 不会需要你们 不会需要你们 还会ort 你 帅 一 了 你 一般这种事 到最后都是和解 毕竟孩子小 不懂事 这骂也骂过了 我看这小孩也被吓得不轻 失了教训 估计以后也不敢了 是是是 孩子小不懂事 我家闺女才十八岁 这不今年复读呢吗 准备考大学 对对对 我们回去啊 一定好好教育她 这医药费的事 由我们全权负责 这网上的事吧 弄到现实来也挺不好看的 对吧 而且我们这孩子今天 一路上哭着过来的 你说就这么把他从学校叫出来 等他回去 那同学还不知道怎么说他呢 而且我跟他爸 还得上班呢 不和解 你们家小孩十八岁出头 我家小孩也才二十出头 如果因为你家小孩 小不懂事就算了 那我们家小孩受到伤和委屈 怎么算 不但在网上翻黑铁造谣 还记刀骗 还在网上卖残 吴忠诚有说自己有抑郁症要自杀 因为这件事给我们家小孩 带来更多的侮辱和麻烦 这比上怎么算 所以我们不和解 赶紧道歉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们就原谅我吧 不用紧张 记得不是管制刀骗 而且在网上撒谎 遭遥也关不了几天 无非就是备个案 留个黑底 教育一下 赔点精神损失费而已 网上玩个游戏 有那么严重吗 不严重 那这样 我在宁闺女高考之前呢 把她的手打断 什么事已不严重 毕竟明年可以再来 你这叫什么话呀 我们又不是故意的 注意点啊 这里是公安局 胡言乱有什么呢 就是 胡言乱有什么呢 说你呢 哦 我们的意见是 不和解 走 你们怎么不讲理呀 他们怎么走了 这要是不和解的话 那是不是就得留案底呀 是啊 那这种案底留多了 是不是影响我们上大学呀 什么叫 这种案底留多了呀 心疼人家小姑娘了 我也是小姑娘 嗯 我们家就你一个小姑娘 你们这种态度 我看我也调解不了了 接下来 就走程序吧 你辛苦了 我们后面联系 这 我先走了 这怎么行啊 这 这不行啊 我才不信呢 这 这就 拘留了 怎么样啊 真是没想到 这小姑娘 之前就因为给别人寄口喝戏 被人告过 这次 怕是要拘留了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 违反治安管理以下情形之一的 从重处罚 六个月内曾收到过治安管理处罚的 第四十二条 有以下情为之一的 除五日以下拘留 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 除五日以上或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除五百元以下罚款 其中一 写口喝信 或者以其他的方法 威胁他人人事安全 他已经满十八周岁了 六个月之内有过前科 就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 你昨晚百度书面背下来的 你怎么知道他有前科 我怎么不知道 那你怎么背这么说 我毕业于政法大学 我听陆岳以前说过 然而我并没有信 厉害不 我们孩子还小呢 这 这怎么办呀 行了行了 你别闹了 这不都怪你啊 平时办一百顺的 你跟我吼什么呀 你赶紧想办法呀你 都是让你宠坏 走吧 好戏看完了